歡迎大家收看 JMK 虎年套漾節目 圓目一身 之前兩集我們教授了財運和健康 今天究竟說甚麼 是呀 展望師傅 Dixon 師傅 我們今天來到一個這麼漂亮的學院 當然我們準備要講文昌 文昌位今年在東南面 我們稱為四仔位 四仔位 即是所有放的封信物 以四個為主 坊間最高來說 我們經常說文昌竹 在坊間來說我們有直的竹 但有時你見到有些店舖說文昌竹 頭是一個螺旋形的 但師傅 螺旋形和直的文昌竹有沒有分別呢 好了 大家自想一下 如果像一枝筆或像一枝毛筆的話 你枝毛筆會不會轉的呢 所以我們最好正確的選擇就是一枝 而上面有些葉的形狀就會像毛筆 可以提升文昌的 除了文昌竹之外 還可以擺放文昌塔 最重要是以七層的 文昌塔的四邊 即是最底層四邊都有門口進入 這樣才是正統文昌塔 如果有些工藝品可以有一個層數 不是七層 或者其他又沒有門口的話 就用不來幫我們吹禍文昌 再想增加再強一點的話 其實可以買四枝毛筆 如果想增加更強 就只能將一張書桌搬到東南面 擺放文昌塔 那就非常好 除了屋內的風水之外 其實原來我們屋外面的棉口 即是不同建築物的形狀 都會對家居風水有影響 舉個例如這座建築物 外形像玉璽一樣 我們叫官印 所以在這裡讀書的朋友 將來很容易會做到政府工 除了玉璽之外 我所知道皇帝奏書的形狀 學府都會比較有機會 可以有名成利奏的機會 所以如果大家在自己家裡看出去 原來發覺外面的建築物 多數可能是學校 是一個好像一本打開了的書 形狀的建築物的話 這些都是會旺文昌的 因為讀書讀書 你對著一本書的 這個絕對是旺文昌的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一個好的年頭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風水的方法 將它吸入屋內的話 對大家都有幫助 迪晨師傅給一些貼紙的學生 究竟讀些什麼 或者我們會讓自己入正行的呢 首先說回先 由2003年到2004年 我們走百運 百運熟土 所以關於土地的事業也好 讀書也好 都是比較輕望的 那接下來是九運 喬家師傅你說的 九運是什麼特別 其實九運我們是來火掛的 醫生 又或者我們的創科科技 都會比較適合的 大家還可以做一些 資訊傳遞的方法 或者傳訊 即是演例事業 現在方家很流行的KOL 這些都是我們屬於火的行業 沒錯 九運是屬火 所以飲食、酒店 這些行業都會出當會興旺 現在我們這些資訊 大家就要聽著 大家的小朋友就不會入錯行 今天我們又來到香港 很出名的文武廟 究竟文武廟適合甚麼人來拜的呢 嘩 多了 除了人知道是學生之外 其實打工也對 那老闆呢 老闆 我們也要看行業 文武廟除了有文職之外 亦有武職 所以如果從事保安行業或軍警界 其實都很適合文武廟拜的 我們應該要精準地拜 大家有否清楚呢 其實文武廟精準地拜 我們也有一個比較簡易的方法 帶深入的解釋你來詩詢 我們爭惟Dip 有甚麼準備呢 我們就要看看通勝日子 最好就找我們當下生肖 例如我們今天拍攝裏面的日子 是牛日來的 所以牛年的人便可以過來拜 如果用文武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 準備出來之前 最好去買一支毛筆 裏面很多人都會說 買原子筆 原筆 因為文武始終是古時的神明 所以我們用毛筆的話 就是最適合的 記得帶著毛筆進入文武廟 而且有規矩的 入文武廟那一刻 我們是要用逆時針的方向走一轉 然後再走回中心點 大家以為拜神要誠心祈求 合同眼睛 這個觀念是錯的 拜神的狀況 我們一定要張開雙眼 看著神明 重點地告訴他 我們的願望是怎樣的 例如我們拜文武的話 我希望明年可以名成利就 也金榜提名 而且你也要告訴神明 我成員後我一定會回來還原 後來我們便完成了拜神的狀況 便會把毛筆拿回家 其實今年的文昌位 便會在東南面 我們每個人有出身的八字 除了榴槤的文昌位 如果大家知道自己的文昌貴人位 這個毛筆放在自己的文昌貴人位 效用會更加好 因為一世是文昌 我們會放棉枝 還有木火通明 所以最好在文昌貴人位 放紅色的繩 那就下部份就行了 將所有三位師傅 集合到我們的小知識 明年打工仔就可以名成利就 學生仔就金榜提名 辦公室趨才 原來大家如果有時可以拿到上司的卡片 是 很重要 這個真的找到就開心了 記住不要看人在上司的桌面 就這樣閃一張 親手給你的桌面 這張要好好保存 因為原來拿到上司的卡片 放在你的黃位上 它是可以有上司照著你 沒錯 而且它會特別看著你的 很有趣 這是一個辦公室上位的攻略 如果我把上司的卡片放在衰尾 豈不是會衰射嗎 嘩 如果把衰尾放在衰尾 踩著它的話 你會被上司 差了 即是千萬不要 沒錯 而且心地不好的事 我們都不要做 是不是 說好話 沒錯 感謝大家收看今集的《原武一新》 今天教了這麼多文昌小提示 希望大家可以做到 令文出更加旺盛 今集的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但下一集還有更強勁的內容 就是因緣 我來年祝小朋友龍精虎猛 我祝打工仔職場得意 我祝大家步步高升 大家記得留意收看 拜拜 拜拜 如果不是上司 有錢人可以問有錢人拿卡片 會不會有 最近很紅的位置 是否拿李先生那張卡片 以及喝過水 喝過水就 衛生問題 第二我也不知道怎樣去問他 但他親手給你卡片的話 其實是有幫助的 是親手 不可以自己去別人的辦公室拿 是啊 你記得 這麼說拜年 去找老闆拜年 去找自己老闆拜年 去找自己老闆拜年 去找有錢的老闆拜年就可以了 當然 當然是 事件大風一點 沒錯 沒錯